拜登因身体原因辞职 棋子在亚素钢铁厂被擒获 假消息 近日在部分网络平台 盛传的拜登因身体原因决定辞职 亨特拜登在亚素钢铁厂被抓 两条消息只是捕风捉影并无实证 去年11月 拜登担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体检结果正常 没有证据表明 拜登近来出现严重生理疾病 以致无法履职 5月5号下午 部分网络平台传播出一则消息 拜登因身体原因决定辞职 卡玛拉·哈里斯接任并推测亨特拜登 在亚素钢铁厂地下室被擒获 另有自媒体表示 车臣与亚素营激烈交战后 夺回拜登儿子尸体 已送往莫斯科 此前亦有传闻流出 鉴于拜登的认知能力明显下降 白宫医生要求其立即辞职 但是经查证 现任白宫医生凯文·奥康纳 从未公开发布或暗示拜登健康状况 不宜继续担任总统职务 至于亨特拜登 他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是在今年4月18号的白宫滚彩蛋活动中 虽然在此之后 亨特拜登并未公开露面 但可以确认 至少在4月18号 他依然在美国本土 并未动身前往乌克兰 从马里乌波尔和亚素钢铁厂之围的时间线来看 除俄军和增援的乌军外 平民想要在3月2号之后进入马里乌波尔城 或4月16号之后进入亚素钢铁厂的地下室 与平民一起被围困 可能性微乎其微 综上所述 昨日在各大微信群盛传的 拜登因身体决定辞职 亨特拜登在亚素钢铁厂被抓 两条消息只是捕风捉影并无实证